这些是我们花生宫姐妹们自己做的衣服 是不是很漂亮 这 这些衣服是送给我的吗 当然了 姐姐不用客气 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 对啊 一家人就是要互相照顾 互相关心 这个是公子做的可乐 姐姐可以尝一下 可乐 这个味道 好特别 是的 我们花生宫的姐妹们都喜欢喝这个可乐 你觉得叶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公子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如果不是公子 我和澹澹姐姐都已经死了 我们花生宫的姐妹们都是公子从战争中救下来的 在这个世界里面 只有公子真正地尊重我们 爱护我们 也有可能 她只是做作样子而已 不 有好几次公子为了救我们 差点神魂俱灭 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灵 却易于为了一群人牺牲自己 公子的品格 令人崇敬 可是 他那么的狡猾 他只是聪明而已 公子的智慧无人能及 你看这个可乐 就是他发明出来的 还有香水 还有很多千奇百怪的东西 下围棋能够轻松地击败一心其胜 就连趁神殿也认为公子是至今为止最具智慧的万劫神主 他之所以不愿意跟你正面对敌 并不是因为他赢不过你 而是因为他不想伤害你 若是直面对决 以你的性格 必定战至筋疲力尽 伤痕累累 真的是这样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一定会选杀公子的 云云作为你们光明神国的皇子 也和我们公子成为了朋友 在光明神国里面 确实也只有云云 是真正的关心我 云皇子都认可我们公子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这段时间 公子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 公子曾经跟我们说过 真心待人 就会有更多的人真心待你 不管今后怎么样 姐姐已经是我们的家人了 要是看看人我们的相守 快乐 福气 詞别的 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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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晨神王真是好手段 竟然驾驭住了 名誉无双这匹小野马 这可不能这么说 我来光明神国是结盟和交朋友的 可没有想过控制什么人 万界神主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你配合我们光明神国交朋友吗 光与亲王这话 能代表整个光明神国吗 你好像不是光明神国这一任的光明神王啊 我 随便你怎么说 我们光明神国传承亿万年 底蕴深厚 对我们来说 需不需要和你们结盟 根本无所谓 你也这么看 这位女士应该怎么称呼呢 叶晨神王叫我雅荣就可以了 光明神国第三任光明神王 云月雅荣 雅荣神王的名字真是如雷贯耳啊 叶晨神王 叶晨神王过奖了 未经许 quite下 comes due 未经许可 今晚在闪下 未经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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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